健身教練 展露伸手 样样都是高难度 挑战人体极限的扎实动作 势必得经过长时间训练 走进走出 忙进忙出 空前就运动 光活动量加健身的量 有上前 有上前大 消耗热量明显比一般人大 肌肉难常常觉得饿吗 那他到底吃什么 吃素很健康 那你可以尝试吃素看看 如果真的饿就跟我一样补充蛋白质 我块团也吃素 最小的儿子也是胎里素 他还比一般的童年龄小朋友高很多 所以我就觉得吃素 其实也不太会影响说他的生长发育 素食家庭小孩生长曲线高于同龄 大人练就一身健壮体魄 来看看他们家的餐桌 他们如果要回来 我都会青菜烤很多 我稍微有蛋白质跟赤 等一下这里有香味要煎蛋 蛋白质跟蔬菜我们都是要吃到足量 好的油脂也要适量的摄取 就可以增加我们食物在胃里的消化时间 那也它会增加我们的饱足感 我们吃素常常就是会没有摄取到足够的蛋白质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很容易饿啊 外排空的时间比较长是因为第一个它油脂含量比较高 比如说红肉我们都知道一定有相对应含量高的饱和脂肪酸 过多的饱和脂肪就是心血管离病的危险因子 肚子是饱了但负担也变重 另外一种NG行为也会造成吃素容易饿的错觉 我肚子饿然后我是蔬食者 但是我就选择一个面包然后纸鸡 那因为面包它是淀粉的食物 所以其实虽然当下会有饱足感 但是因为时间血糖代谢过后 它其实饥饿感马上就会上来 所以其实我们要强调的反而是吃对东西 吃得对吃得均衡才能吃出健康 大爱新闻综合报导 不够 不够